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无数观众心疼不已 自始至终 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李健总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或者 他 李健 只属于音乐 他不懂商业逻辑 当他不知不觉被节目组消费段子手人设时 以注定他沦为陪衬角色 当我们心疼李健的一刻 好声音节目组已经赢得了收视率却背负了骂名 中国好声音七强仅剩三个席位 由于李健老师战队中的康树龙选手在上期输给谢霆锋老师战队的安琪 这也导致大多数人看好的李健老师战队仍然没有学员能进入七强 这也引起网友广泛的讨论 网友们纷纷表示心疼李健 由于存在被剃光头的可能性 李健老师也放言如果没有学员进去 就自己代表东北谷战队出战 从之前的导师战队之间的对战可以看出 李健老师对于PK表现得更加不细 并没有太多战术 这也导致了李健战队的现在非常不利的局面 昨晚 第一组林组郑伟杰对战李健组Tiger郑伟杰的情非得意胜出 第二组李健组的战僧 尼玛对战周杰伦组的张神 战僧尼玛平莫尼山 眼睛四座多出张神 而十七强拿到七强名额 最后一组周杰伦组的清华学霸富汗对战哈林组的刘思妍 富汗一首四面楚歌获胜 所以最后七强 李健组锦丹赠一员 周杰伦组素汗 周星才让两个人 哈林组李珍姆 志伟杰两人 谢霆锋组打包安琪 刘俊阁两人 在上一期节目中显胜看树龙的刘安琪 缘本也算是夺挂的大热 没人选了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个组合 在拆散了之后刘安琪单打独斗 还是没能走进五强 在之后的比赛中 很多人也会看到刘安琪将要被淘汰 真是有些可惜了 根据目前最新的消息 在最新录制的节目中五强学员分别是 第一名 李健 单层尼玛九十八点三分 第二名 周杰伦素汗九十四点三分 第三名 哈林 李珍姆八十三点六分 第四名 谢霆锋 刘俊阁八十点八分 第五名 周杰伦周星才让七十八点六分 李健想必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的 著名的才子出身的他在音乐界 也算是一股清流了 毕竟人家一直低调的处事风格 也是收到了很多人的喜欢的 在最新的录制中 好声音五强学院也都分别诞生了 而很多人基本上也都看到了李健战队中 只有一名学员当中密码进入了七强 很多人都表示心疼李健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在五强的录制中 毕竟战队却算是逆风发弹了 因为弹增尼玛的投票总分数 喂 列武强的第一名 按照这个走势走下去的话 弹增尼玛也是很有可能像之前的扎西平错那样拿下总冠军的 记得还在猫选时 哈林问你健身器是什么样的 毕竟酝酿了半天最终装胸失败 然而你能想到就因为康树龙和刘安琪的PK能把老师给彻底记录吗 投票时的比分差距简直让人大跌眼镜 健哥说 两个作品的分量 感染度来讲 我还是偏向康树龙 但结果出来后 一向温温而染的李健一只脸色血清 康树龙走时 他也只说 那很爽的话 很好 没问题 很好 努力 回头见 节目最后还提到可能被剃光头 李健说 如果被剃光头 我能代表我的队出战吗 说完立刻双手抱胸前 脸色铁青 不过说真的 李健站队演唱唱海青州也太美了吧 仿佛从山水画中走出来一样 虽然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 但是李健在现场也表示 在节目中我也会告诉我的学员 不要太在意结果 更不能因此怀疑自己多年的体验 输赢并不见得是谁比谁差 只不过比赛中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和标准去衡量 我一定要在音乐中指明他们真正的优势和问题 不能让一个节目的纷发复杂和眼花缭乱的表象 干扰一个人在音乐上 长期的信仰和积累 不管怎样 相信他的实力 期待他日后更加优秀的作品